- 大家好 - 那今天呢 - 也是 - 特别早的一天 特别美好的一天 - 因为今天我要出去一趟 - 现在也是特别的早 - 由于太早了啊 - 咱们就是说由于太早了 - 要六七点就是要出发 - 要出游 - 咱们就是一晚上 - 整个就是没有睡觉 - 喝了一晚上的咖啡 - 喝了一晚上的咖啡 - 那 - 就是啊 - 还没有喝药干嘛呢 - 因为今天呢 - 就是要陪着 - 这个 - 我妈妈陪她出差一趟 - 要去重庆的一个 - 可能离这里有一点远的一个地方 - 叫音音溪 - 现在过去还应该要两个多小时 - 所以要特别早的出发 - 我决定就是 - 成过这一个晚上 - 就可以在车上美美的睡一点 - 好吧 - 嘿 - 那我给你讲就是 - 应该要看一下这个时间的话 - 大概还有 - 一个小时左右 - 我们就要出发了 - 咱们再熬过这一个小时 - 咱们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 - 想想就是很开心 - 一会儿一上车呢 - 我们就戴上我们的墨镜跟她睡觉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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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吃了一点早餐 现在就是去找一下有没有好玩的地方 哇 我现在 到了这个一条小河边 这边真的还是挺有那种 世外桃源的感觉 生活的氛围感 平常感觉是不太会来这种地方 这个小溪流 哇 可以游泳 最近像我们这种游泳健将来说的话 就是有这种 就是特别小的事儿 哇 那边还有座桥 好美啊 而且今天阳光 什么天气什么的都特别好 喜欢有阳光的冬天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特别怕冷的人 然后有阳光的话就特别的开心 哇 这个小河边真的是特别的美 然后我想 这里边有特别的那个石头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都会玩那种 打水漂 这么多年过水 就是还想 看一下我的这个技术不用退出 打水漂一定要这个石头比较扁一点 长一点点 我小的时候可以打 打三四个漂吧应该 这个应该可以 这种应该可以 我们试一下 没有没有 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太多年没打了 我记得上一次打的应该是十多年前了 我不信了 我再来一个 不行了 不行了 如果你们打水漂打的好的话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打水漂新的 下次再去试一下 今天我觉得 我这个水漂打的不是很重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好的兄弟们 咱们就是说 坐在这个 江边啊 很惬意 吃点这个栗子 提前过路上退休生活了啊 嗯 嗯好吃好吃 早上要喝Cover 下午要喝点Cy nice 这板栗子真好吃 冬天晒晒太阳 不知道你们在家怎么过的 因为我觉得家里面 太冷了 不太 做得去 哇 哇这边 回归大自然了 咱们就是说 回归大自然 哇这个桥走着还挺 挺刺激的呀 这个桥 还在晃 我现在 就是风景很好 重庆还是有挺多的地方 好厉害啊 这个吊桥 我走上去都在晃 很吓人 刚才那个行人 都在嘲笑我 刚才那个 特别高给你们看见 是不是特别高 很吓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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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由于咱们就是说这个 雨太大了啊 雨太大了 然后就是直接就回来了 咱们就是说很 很惊讶 很惊讶 为什么就突然就是下雨了呢 那好吧那 可能这一期的行行思 还就是比较的简短 然后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吧 到时候我们在去别的地方 再给你们分享 新的初遥 忘了搞 拜拜 下次见 仔细 练